你怎么来了 姐 亮亮 你怎么来了 这有警示标志 我不能往前走了吧 没事 没事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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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小子竟让我操心 哎 电话打一半 怎么就没动静了 你什么情况啊 你问他呀 手机质量那么差 哎 我们那边信号也不太好 哎 我把包扔进去啊 好 手机就在里面 接着 哎 这什么东西就扔 过去 你给我扔过去 扔过去 那里面还有你爱吃的东西 什么东西你就拿呀 嗯 谢谢姐啊 你的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拜拜 哎 哎 亮亮 你干什么去 你快让你姐回去 哎 你给我回来 你这算怎么回事 哎 哎 这 这手机你还是拿回去吧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 我收的不太合适 我也帮你办不了什么事 哎哎 我没求你办事啊 我给这部手机拍的评论广告 人家厂商送的 你就留着吧 放我那儿也是资源浪费 别别别 哎 我这不能要你东西啊 哎 好像下雨了 那我走了 哎 你别走 我不能拿你东西 你别走啊 这雨停了我得把手机还给你 你说什么啊 你不能走啊 我听不见 看手机 看手机 爸 你看你现在晾了也不在家 我成天又忙 看着小刘在我 不放心 哎 其实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小刘啊 都招呼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就是说 我 就晾了在家的时候吧 咱家还有点人气 现在 缺少点人气 浅浅啊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爸 我想再成个家 我听明白了 你 我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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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发现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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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走了 我接走了 视频日志 到时间了 对 指数联 三七师官您努力和灭兵张能亮 第十八九天 十八天 十八天吗 十八天 十九天 十八天 十九天 做讯和生活一切正常 把牌准备工作正在操作当中 请指示 牛班长 营部命令 你和张能亮马上回营 是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 有人会去接你们 回去 今早六点 吕布下达命令 九旅全员战备 是 全员战备有什么情况 没准备好你开什么急 小萌 你妈妈现在什么情况 妈妈现在要做穿刺手术 按说 按说这个价我不能给你拼 九旅全员战备 但你妈妈的病情 确实特殊 我会试试 向营里请示一下 谢谢连长 小萌 有什么需要部队帮助的 一定要说 相信你妈妈一定会没事的 谢谢连长 我感觉色气猛猛大 开心就笑开怀 快乐就啪啪啪 我感觉自己猛猛大 我感觉自己猛猛大 开门 都想好了吗 没想好出去接着想 行了 想什么 人也打了 受罚也受了 交代的任务都完成了 行了 努力 第几年了 就算什么算 当了十年的兵 这每年新兵入伍老兵退伍的 你什么事不懂 身为一个老兵还敢动手 这么多年兵白当了 是 我知道让你们为难了 让你们失望了 你们对我的好我都在心里 都知道 那我问问你 这次这件事情 你负多少责任 报告 这件事情主要责任在我 你不能这么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们俩应该是 各占一半 那就 我百分之 我就我就是 你百分之 那你就吃亏了 我百分之十不行 要不就四六 我六 四六 要不你们俩商量一会儿 商量好了我再来 我这敢娘呢 张能量 我记得张立峰跟我说 你不是要退伍吗 退伍报告呢 拿来 不可能 我绝对没有这种想法 张能量 很多时候决定一名士兵 适合在什么岗位 他绝不仅仅依靠的是 他的外在素质 你也少在这儿给我耍脾气 组织对你的决定安排 那一定是最适合你的 或者说是最适合现在的你 懂不懂 是 大点上 是 每个兵样 我走了 班长 你要是觉得叫班长别扭 可以不叫 你真要退伍啊 也不是啦 我之前觉得草率了 既然现在要学员战备 大势为重 我问你啊 你跟我姐现在什么情况 明白 其实我不希望你退伍你知道吧 为什么呀 你退了我没目标了 你觉得我和你姐是怎么回事 啊 算了 我知道了 我和你也不想回事 等一会儿 你回事 不凡 你就知道了 那富ので 现在补锈工具都已经备齐了 看一下 好 我看看 小强 你这金针头不错呀 是不是又变小强了 打不死嘛 是不是 我还以为你这从 从少所回来 肯定要哭着那儿回家 没想到你这镜头还挺足 没想到你这镜头还挺足 行了啊 他这事儿啊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是 这次咱们战备啊 是老兵复员和人事叫动全部停止 他就是急也没有用了 班长 这东西怎么办呀 所有物资 今天准备 好 这次这份任务 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你奇怪什么呀 执行命令不就完了吗 是 干活 别落东西啊 这是谁的 谁负责的 上班长 行动 过来 马连长 你过来了 你帮张能量在吗 我要找他说几句话 在 在 在 能量 张能量 干嘛 拿着 什么意思啊 你跟你有努力能回来 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 我也知道你想回车架炮 凭自己本事别给我整这个 拿个钱 不是 连长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是 我是买了你们前进集团的房子 我那是没办法 但你要是想通过什么打折呀 什么的 让我违反原则 我告诉你 在我这儿不可能 还有 这里面差很多 我以后每个月工资都会往里打 拿着 不是 不是 连长 你这样你借我电话用一下 我打个电话去吗 你给谁打电话 跟我爸 对 赶紧把这事给说清楚了 张总 跟他们说明天就把这个办好 好的 张总 喂 喂 你搞什么 是不是你给我们连长买的房子 不打折了 你胡说什么呀 我每天要处理那么多事情 哪有工夫管你们连长什么买什么房子 没你的吩咐下面的人敢这么做吗 我们连长现在以为我贿赂他 你知道吧 我吃了吗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在你们部队旁边的小区 是开了一个盘 也确实有这个优惠政策 但是那是针对所有军人都有优惠啊 怎么可能给你们连长什么特殊待遇啊 那你到这儿跟人家说清楚啊 那叫消授策略 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拿到了别人没有的折扣 这你都不懂 我不管你什么策略 你要想清楚后果 我现在在部队 我不想给人指手画脚的 连长 我已经问清楚了 没错 你买的那个房子确实是我爸开的牌 他 是 这件事情如果给你带来了很多不便 很多麻烦 我向你道歉 但是 我想回坦克林一定会凭自己的真本事 而绝不是采用这种下塞滥的手段 我说完了 您好 这是侦察通讯连 黄晓萌 我是于连长 回来收拾一下 你的假批下来了 可以回去看看你的妈妈 三天时间来我办公室办个手续 谢谢连长 喂 你好 我是张前进 是张能亮的父亲 你好 你好 是这样 我刚才呢 问了一下那个炉盘的销售经理 也看了您的这个购房记录 您的房子之所以能够打折 是因为我们公司对所有的军人一视同仁的优惠 并没有说给您自己有什么特殊的一个这个待遇 您别多想 千万不要误会 把事情搞清楚就好了 没关系的 我就是怕影响到这个能量在部队上的发展 您这么想完全没有必要 不会的 那就好 他在部队挺好的 听他爷爷说 他在坦克连干得很好 说您和班长牛努力 对他很招呼 是 张能亮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坦克兵 部队对他的培养也非常重视 他为别人学得更多更快 也更扎实 那就好 把他交给部队 您放心就好了 那好 那我就不打搅了 如果房子方面有什么问题 您直接找我 好 那就这样 再见 好 再见 张能亮 哎 真都认出来了 哎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什么时候把你给放出来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咱们俩认识的时间不算短了吧 反正时间也不算长 怎么说 也算是生死与共 换代与共 你到底想说什么 觉得你状态不太对 没有啊 挺好的 没有啊 你以前 看到你的时候你都是 现在是 肯定有问题 没有 考验交情的时候到了 考验你个头呀 真的是 反正我说了也没有什么用 那就不说了 你说嘛 就当满足我的好奇心了 我妈 要做手术了 什么病 乳腺肿瘤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恶心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一次成功 那医生说我妈 那医生说我妈毕竟挺复杂的 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没换个地方看看 没有 那医生已经很好了 再往上走就是国内的顶尖专家了 我们根本挂不上号的那种 那也就是说你这两天就得走了 嗯 刚请完价 嗯 买了明天的车票 买了点好吃的在路上 我说你不要有那么大压力 咱们想到最坏的一步 万一 万一阿姨如果发现真的是 恶性的 你也不要害怕 乳腺癌只要是发现趁早 及时治疗 它是所有癌症当中治愈率最高的 当然什么都是有风险的了 你照你这么说的话 你车都不敢开了 那每年的车祸还有那么多呢 你安慰我还是挺管用的 这医学常识 不说我了 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了 我回来你很不爽啊 我超级不爽的 就你啊 就你这种人 就应该多在那个什么 哨馆所多待几个月 哨馆所 哨馆所 哨所 哨所 反正啊 对你有好处 没坏处 你一直那么关心我 我真是感动啊 这也算关心的 那我回去收拾东西了 不跟你说了 同志 拜拜 没事 你走吧 再见 同志 再见 跟他一样 哎 晓风什么时候回来 哎呀 我都跟你说了八遍了 哎呀 还有半个小时吧 那赶紧做饭去吧 哎呀 女儿又到了 是做六个菜还是八个菜 哎呦 什么六个八个 捡他爱吃的做 放心吧 有大叔我呢 我说你干吗回来啊 让孩子到医院看你多好啊 你住医院干什么呀 你不是让他穷担心吗 我知道了 知道了 都说我不对 那个怎么 我今天做手术的事 你千万别跟他说啊 记住没有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同志们 部队移防 是这次军改的一项重要举措 这次移防规模大 路途远 装备多 任务重 能不能圆满地完成移防任务 能不能顺利地 安全地 把每一件装备 转运至新的助力 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安全 也关系到我们九旅的整体荣誉 我希望全体官兵 要切实落实好 移防任务中的每一个宽节 不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有没有信心 声音非常响亮 说有 我相信 说没有 我也能够理解 此时此刻啊 我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样的 非常矛盾 在座的 有很多军官啊 特别是基层的指挥军官 刚刚在驻地安了家 马上呢 就要面临着分别 还有很多的老兵 我们为了这次移防任务能够顺利完成 主动提出了 推迟退役时间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地方上 很可能就失去了很多优质的工作机会 我们 也不要忘记 那些家属们 这么多年了 心心念念的 就是在做一个团圆梦啊 可是当祖国的召唤 来临的时候 这个梦 戛然而至 我们 是一名士兵 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对祖国 我们奉献的是忠诚 对自己的家庭 我们奉上的是我们的热忱 有没有忘记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军旗下庄严地宣过誓 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现在这一声召唤来临了 我们作为一支优秀的 过得硬的部队 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过硬的士兵 当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和旅长 相信大家 相信大家 能够真真正正地做到 舍小将 为大家 还是老规矩 有困难 尽管提 我和政委的手机 二十四小时开机 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是军人 军人不是为了探图安逸而存在的 你来这儿正好 这份文件 你给营长送过去 哦 我去趟搜楼处 你赶紧啊 赶紧把房退了 幸亏我媳妇不逼着我买房 不然她要知道被我劈拔了 连长 说 嫂子来了 哎呦 哎呦 孟孟 乖母 快进来 快进来 快 老黄 闺女回来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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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的翔子给了 我的翔子给了 哎呦 你看看你啊 都当剧了 还像小姑娘一样的 来 今晚我给你水好不好 啊 跟我睡 把你爸爸踢到床边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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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你们俩腻外够了没有 亲热够了没有 啊 能不能也给这个家里边 唯一的男性公民 一点热情和温暖 还吃醋啦 去去去 哎 唱唱唱唱唱乐 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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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房子呢 喜欢吗 喜欢 让你不买 你非要买 要不是售楼部给我打电话 我还不知道呢 老公 这么大的房子 那占有的人情 咱们怎么还呢 有没有我呢 妈 精英 嗯 怎么样 女儿 嗯 部队苦不苦 不苦 你这个老兵说过 要问苦不苦 想想红军 两挖苦 嗯 不愧是我老黄的女儿 狗命传统 毛丢 毛丢 毛丢呢 我去扒过来啊 你扒过来啊 你扒过来 这个人哦 扫门大得要死 去这样子 嗯 你这病怎么样了 什么病啊 我没病啊 我不是好好的吗 我爸都跟我说了 你爸这个人嘛 就是 哎 肚子里藏不出事啊 阿姨叠鸡毛帅皮的小事 他能说到天上去 老黄啊 你不要还是说声子啦 啊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行行行行 哎 我就是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医生说了观察两天就好了 哎 我还提前回来呢 你能有什么事啊 穿刺活检什么结果 你别笑严肃点 你懂什么穿刺 这 哎呦喂 我跟你说 医生说了 我这个情况只要开心就可以了 懂不 哎 今天妈妈看见你回来 特别特别的开心 我们不说这个好吗 啊 来 你站起来给妈妈看看 瘦了一点 来 哎呦 你看部队啊 真是个锻炼人的地方 瘦了好多 人又黑了 哎呀 妈妈你别担心 我在部队吃得可好了 你看 这满身的肌肉 你看见吗 哎呦喂 还鸭肉呢 鸭肉 行了 你们俩俩别聊了 赶紧洗手吃饭 吃饭吃饭 我去帮你 哎 喂 啊 连长啊 到家了 我还正准备给你打电话汇报一下呢 妈妈身体怎么样 没有什么大碍吧 妈妈身体应该没什么太大事 啊 那就好 是这样 部队刚刚接到紧急命令 全体移房 立即进入战备状态 移房移到哪儿去啊 具体还不知道 好 连长我知道了 我立刻归队 好 小萌 哎 怎么回事啊 妈那个 连长说 我们要移房 要立马归队 这 这刚回来 又可以叫回去了 连长亲自通知的 肯定是非常紧急的任务 现在能不能不走 在家住一晚上再走不行吗 不行 这是命令 还有最后一辆车 一个小时之后 哎 那赶紧吃点 不是 不是 那个 爸妈我们去车站 还要四十分钟 我还没买票呢 那 那就把这些菜 打到保安桶里的带走 哎 对对对对 你 你赶紧快一点 哎 你看 这回来都要走的 妈妈 早吃 没事 反正我妈妈见到你呢 放心了啊 那到玻璃里啊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千万不能感冒生病了 我从小到大最不喜欢的事情 就是遇到红灯 因为每次遇到红灯 我就必须停下轿了 今天却是我第一次希望这个城市的 红绿灯全部都是红色的 因为只有这样我就可以和妈妈多待一会儿 爸爸已经把车尽可能开得很慢 但他心里又着急 深怕我误了那最后一班赶往部队的火车 我倒了我又等车 妈 妈 妈 要不我就在这儿下车 好您这儿离车站也不远 我走过去就好了 不行不行 你这大包小包呢 还是我们送你吧 不用了 爸爸 妈妈身体不好 我就在这儿下车 而且我是一名军人 这些东西不在华下的 我走了 妈 你别担心 等一下 等一下 还有一个 拿走吗 拿得走 小心点啊 好 谢谢妈妈 爸妈 那我走了 你们小心啊 哎 注意安全啊 好 再见 拜拜 女儿真的是大喽 是啊 咱闺女长大了啊 你能量啊 嗯 怎么样 差不多了 能交车了 哦 不错 哎呀 我发现 最近正像大家伙说的 心气挺高 再也不提回家的事了 那是 哎 经过了这二十多天啊 生不如死的锤炼 嗯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升华了 哈哈 你们感觉我现在气质 已经沉稳很多了吗 嗯 好 沉稳了 沉稳了 哈哈 我记得牛努力跟我说过一句话 不对 不是说要摧毁我 我的性格 嗯 而是要帮我重新塑造自己 反正就这个意思 我觉得有点道理 还是你牛啊 能让牛努力 把这么深奥的话都说了 真是不容易 嘿嘿 但是能量 我告诉你啊 道理啊 就是这么个道理 你慢慢就回头看 嗯 啊 慢慢 嗯 慢慢心变成天 慢慢 慢慢 我就知道 不慢了 很快 看见没有 啥意思 石兵对抗演习 想不想去 我去 真的 啊 疼起了 啊 什么情况啊 咱们九旅啊 这次移防之后 马上就有一次 石兵对抗演习 那我们维修班 主要负责是什么 战场实时保障啊 那可以比如说 上下坦克开 想什么呢你 蹬鼻子上脸是不是 咱是保障 明白 哎 那跟 牛努力他们 那边的人 是属于一伙的呀 还是敌对关系啊 呦 这个还真没说 现在的演习啊 全都是贴近石兆号 什么细节 他都不告诉你 嗯 到时候跟着班长 到战场上去练一下 嗯 啊 好了啊 好 站住 好 哨兵神圣 不可侵犯 请接线 这位同志 你来干什么 你有什么事情吗 报告 我找王晓朗 我看你又是来找余大雷的吧 我说张能亮啊 你就别老找余大雷的面了 你说你一找那个余大雷 你又得打他 你一打他班长又得消你 一消你吧 你俩又得去把场了 你何苦呢 我跟你说 这冤家一解不一结 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傻 同样的错误 我不会再翻第二次 你把王晓王叫下来 我就在这儿等他 行吗 嗯 照理你们 哎你搞什么鬼 神神秘秘的 我一路爬过来的 打开看看 灵灵啊 你还记得 上次摔坏你的手机是我不对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我在你电话卡里 冲流简化简化 江九 行了 行了 那我收下了啊 最好 灵灵 他们都说你是个超级富二代 看样子是真的了 说是就是了 什么叫我 我说是就是 是就不是 家里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些天天在外面 抽起来自己有钱的人 只能证明自己空虚 可以嘞 亮亮 有姑亲 那我走了 你会干什么啊 李商往来听过吧 李商往来 我没有钱 我的口袋比我的脸还干净 你把那座群大纲拷给我 我叫他说是 她打算了 整个大红项 你怎么这么说 好 我上次被判断的 你说是 可以 有什么 我说的是 那是 你能不能帮你 所以大家 你不见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